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终于更新了,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更新的这两集吧,小编已经看完这两集了,虽然剧情还是有点慢,张无忌也练成了乾坤大挪椅,正准备去救明教的时候,又要等待明天晚上才能看了,让人就更加期待了。 而在最新的预告片中,我能看到了赵敏的出现,当时赵敏去武当山找张无忌,而且特意打扮了一番,穿的是女儿装,之前见到张无忌的时候,她都是一身男儿装的打扮,这回要去见心上人了,赵敏这身打扮非常的好看。 她身穿一身长裙,头戴发饰,远处看的时候非常的美,当她转身那一刻,我们看到她的正脸时,网友都沸腾了,她的正脸简直太美了,精致的武官配上发饰,以及她那长长的秀发,笑起来非常的好看,让人看着都会目不转睛。 新版的赵敏由陈玉琦饰演,陈玉琦本身的颜值很高,而且还在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中饰演过刘英,这次饰演赵敏也是让人看着非常的惊艳。 你觉得陈玉琦饰演的赵敏怎么样?她是你心目中的赵敏吗?